大家好 今天国内的朋友在微信上问我 说我今天在提到说绿茶我会采取三段式泡法 他说请我讲清楚什么叫三段式泡法 因为你知道绿茶有不同的形形状 然后它这个形会影响到它这个茶叶的重量 所以说什么样的茶叶呢 是适合什么样的泡法呢 我们做了一点调整 比方讲是说龙颈 我拿龙颈扁平形的 它的茶叶呢 是一头下它会扁平 所以我会采取中段式泡法 中段式就是说 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饰法 上中下 你第一个都是先温杯 把玻璃杯温了以后 好中头法就先放进去 是三分之一的水先放进去 然后所以这是第一道是水是一 第二道是茶 这时候我把茶叶撒在上面 让这个茶叶呢 渐渐在这个水温的底下呢 开始散发出它的香味变得更好 然后再过来差不多等 我通常等差不多一分钟不到左右的 我就开始在杯盐 顺着杯盐 把那个水再注下去 所以一二三是最后一道的水 那如果上头发是什么样的茶叶 我会采取上头发呢 成那个卷曲状的 比方讲碧螺村 比方讲贵州的绿宝石 我会采取上头发 因为上头发的话呢 就是说因为它重量很容易就下来了 所以这时候呢 就是说我的杯子一温了以后呢 等于是二就是水一跟三全部进去了 然后二到最后再下来 然后就看它就渐渐渐渐的飘下来 很漂亮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精品茶 一定用的是玻璃杯 最好还是用玻璃杯 用磁杯的话 原理上你就看不到了 对吧 那什么样的状况 我会用下头发呢 下头发就是说 这个茶叶的品质稍微差了一点 稍微差一点 就是采取的时间稍微晚一点 所以这个品质稍微差了一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必须要让它能够 很快的香气能启发的时候呢 我温杯以后 这二先进去 然后一的水 先注进去 差不多等一下 然后扇再进去 这就是一二三 就有点像跳华尔滋是 一二三 或是二一三 这样看你怎么跳 最主要是说 你对那个茶的茶性了解多少 然后你知道说 这款茶怎么样把它的香气 能够提醒出来 然后它的口感呢 是甘甜好喝的 不色口 这点很重要 这就是三段式跑的